做完之後,輸出的不是一個優跟列 而是裡面的公式 而且裡面的公式也會自動變化 也就是他會自動幫你把你原來寫的過的公式 用VBA的方式輸出到格子裡面 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用法 只不過這種用法一般的書裡面好像沒有特別講 而且講的也不是很清楚 後來我是覺得好像有同學會提問 然後我就發現這個好像也是大家需要的 所以我就把這個東西納進來 發現也不錯 因為直接寫VBA有的同學好像還不太熟 這個就是在你既有的公式 然後把它演變成VBA 做法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先做一次給各位看 做完大概就這樣 本來沒有 本來這邊是空白的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直接把公式直接輸出到我們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剛剛的寫法是這樣 就業績 我這邊是業績底線加個函數好了 就是把原來函數帶進來 公式會更短 因為不用邏輯判斷 其實邏輯判斷是在儲存格裡面的公式去判斷 所以你只是把那個公式丟到格子裡面去 讓它可以work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我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你可以先把上面這個東西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我們再來修改 如果說你有原來的觀念之後 只要稍微做個修改 然後名稱上面這個跟下面這個 多一個底線函數好了 也就是我這個來源是從函數而來的 那中間的部分的話 直接把那個這邊邏輯判斷先刪掉 留下一個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那個F 但是不是輸出U 所以你把裡面的U那個字拿掉 就剩下這樣就可以了 輸出到哪裏?輸出到F藍 把U拿掉 所以後面放兩個空字串 第一步 所以第一步的話實際上就是 把上面這個貼過來 改成這樣子 但是你這個時候其實有點像怎麼樣 把它清除掉 所以你會這樣清除 對 其實你也可以想說其實從清除開始也可以 這樣比較好記 第二步的話要做什麼 就是你直接把你原來寫好的公式 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一下 記得按取消掉 因為如果你沒按取消的話 等一下你切到VBA 你會發現其實點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Focus在這裡 所以記得把它取消 取消之後的話呢 第二步是什麼? 就把你剛剛的公式貼到這個雙引號中間 OK 好 貼完之後的話 再做一件事 就是你這個公式裡面 以後記得 如果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對 因為你這個雙引號 VBA本來已經用了 那你以後再用雙引號 它會搞不清楚 到底你這個是外面還是裡面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以後你公式裡面有雙引號的話 記得變兩個就可以了 比如說優更列前面不是有雙引號對不對 很簡單嘛 你就是在優更列前面 再幫它補一個 再補一個 這個是以後如果你要把公式 放到VBA裡面的第一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 OK了嘛對不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試試看 如果把它輸出 全部都優 為什麼呢? 因為你輸出的公式裡面 每一個都指向第二列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明明有個I對不對 那實際上應該把這個2 跟這個2 改成I就可以了 好 所以第二個的話 就是把裡面的列號 改為一個變數 但是齁 你要把它改成一個變數 稍微麻煩一點點 所以齁 要更改的第二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 把雙引號 改成兩個 第二個原則就是 把裡面的公式裡面的列號 改成I 那改成I 你不能直接打一個I進去 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請記住喔 因為它現在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所以你要把它切開來的話 它的原則有點像是 我把這邊切開來 把這邊切開來 那切開來的話呢 因為字串一定要投一個尾對不對? 所以你要補一個 那這邊的話尾巴在這裡 所以補一個 那要放個I進來的話 不能直接放 必須前後加end 那end這個規則 VBA裡面前後都要空白 在esail裡面不用啦 可是在VBA裡面要 所以這個地方要怎麼做呢? 其實第一個 你把2選起來 然後呢 先給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給兩個空白 移到中間 給兩個end 移到中間 給兩個空白 再移到中間 補一個I 就完成了 所以如果你要背口訣的話 就是 雙引號乘以2 空白乘以2 end再乘以2 空白再乘以2 然後再放一個I 那就好了 如果你實在是 懶得記那麼 那不過你理解之後啦 也不用背啦 可是就怕有些同學 一下子要理解 好像一直要理解不過來 不過簡單講起來就是 切開自串 放一個end 中間前後加串接符號 就對了 不過這樣子 好像有些同學 因為本來不是寫程式 所以會容易一下子寫不正確啦 不是少一個end 就是少一個空白 要不然就是少一個雙引號 程式是這樣啦 你只要一個地方做錯 後面就錯了 好 OK 不過反正 不然你就背口訣也可以啦 最後 這個2有沒有 怎麼辦 沒關係 把這邊 複製一下 再把這個 D2的2有沒有 貼上 就好了 只要做一次吧 應該沒問題吧 怎樣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可以一次就做正確的話 那恭喜你 以後的話 你可能很多事情 通通可以這樣做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他這樣做完之後 有沒有辦法幫我把這邊 輸出 不是輸出一個優跟列 而是輸出一個公式喔 那這樣以後的話 你寫好的東西 通通可以這樣做 而且你可以寫很多行嘛 反正回軒裡面 很多很多很多藍的東西 通通一按 全部幫你做完了 一定是可以這樣的 OK 試一下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優劣 跟旁邊長得一模一樣 而且有沒有 它實際上就是丟過來的 那你不只可以做一籃 你可以如果假設你有很多籃 你將來就可以直接按一下 全部都搞定了 而且其實它也是VBA的一種做法 只是這種VBA的做法 到比較 你說不正規 倒也還好啦 也是一種方法 OK 而且這種做法 其實是我自己想到的 如果你網路上看到 有跟我弄得很像的 我覺得 我也不是看別人 因為我發現其他人寫 其他的書裡面都不是這樣寫 你可以去看一下書 OK 那這個方法的話 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我做了很多 這個OK的 好 所以試試看 我把重點再提 1 複製貼過來 2 中間這個空置串的地方 如果兩個 一個就改兩個 再來把I放進來 這樣就完成 試一下 畫面先畫給各位 那這個 這一段程序 我也已經把它放在雲端上 所以如果你等一下 實在是一次沒辦法做出來的話 沒關係 你就是雲端上的話 再參考一下 這個是額外補充一下 我發現這個也是 蠻有必要的 因為後面一定還會再講到 所以 我就先講 那等一下後面 當然你前面也有一些 我們教過的 你也可以再把它轉換成為 就是你原來用函數的做法來做 也OK 這種做法 等於是有點是 我外殼是VBA 我裡面是函數 等於是 階長補短 所以如果說有些東西 實在是太複雜 用VBA來寫太複雜了 你倒不如怎樣 乾脆就直接拿函數的 來做也OK